我的岳父大人想吃我们本地的灰酸菜的 家里边正好有点五花肉 我先给大家安排一下 这有点大 这块五花比较肥 是我真藏的一块小五花 接下来咱们给五花焯个水 它里边还有点小排骨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红葱 骨油酒盐成功 金油内蒙红葱 红葱给它切成熊末 稍微来点姜 然后给里边来点生抽 香醋过来一点点 辣椒段辣椒面 姜面大料面 然后花椒面 来两勺盐 老抽 来上一点 把这个料汁搅和均匀 水微开后 咱们把这上面的浮沫给它撇一下 焯差不多 咱们把这五花和排骨捞出 先把锅烧热 咱们热锅凉油 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热锅凉油不粘锅 然后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 下到锅中 然后盖盖煤上30秒 简单的煸炒一下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热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蚝油 盖盖 小火给它炖上20分钟 咱们把土豆切成滚刀块儿 接下来咱们切点酸菜 把酸菜切成细丝 里边稍微来点水 把酸菜投洗一下 然后给它钻干 钻成团 20分钟以后 咱们把土豆放到锅中 然后把钻干的酸菜 也给它下到锅中 盖盖 用小火啊 咱们再给它炖上40分钟 来点那个土豆粉条 盖盖 盖盖咱们再给它煤上10分钟啊 那10分钟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 菜来和一下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来点饭沫 嗯 嗯 嗯 相当给力的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哎呀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咱们来点咱们这个酸菜 嗯 嗯 嗯 今天的火候差点意思啊 多少有点着急了 我吃了 这五花还是蛮给力的 花拌的脸大 咱们这个小五花真的是盖得冒了 我的老baby 来一块小五花点缀一下 其实我跟你讲 这会饭菜就是一种盖饭 白米饭里差点扒到鸡馆里边 好 现在随便一夹就能夹到一块五花 这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太幸福了 只要是一块小吃 好热 这种味道就是这种感觉 你吃点沾红色 这种味道都很大 味道是一种味道的 否则是有点 这个味道是有点 只要是有点不良的 但是这种味道很幸福 有点不错 其实是因为捡烈的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吃肉,香味、香味,香味,香味、香味 很酷 胡萝卜 胡萝卜